Hello大家好,我是郭文 沒錯,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我去我的Darby市中心的Darby Center 最後一次 嗯,沒錯 之前IG Pro的動態真珠頭色 真的超好喝 沒錯,因為我今天不想再在我家上出街 所以我今天就出去市中心 然後我在想 欸,我出去市中心? 拍Vlog給大家看也好像挺好的 反正我現在 過氣OK 所以我今天就出去市中心 打算拍Vlog給大家看 市場最快要開頭 OK,我們現在本心立刻出發 我之前就在這裡 現在我們先去逛商場 我們逛商場在這裡 簽了一聲 英國的食譜車 不知道啊 8月9日 應該是 西國不確定 不知道啊,好像是Foodloom 不是啊 現在 這是英國12元店 這次在這裡拿豪方 很大 而且又有一個電梯 浪缸比較大 對,再大很多浪缸 但是好像這裡也是 我這裡第一次上來 因為我們還沒上過 之前每次都是走下面 每次都是走下面 這裡上層 沒走過 我們今天第一次走商場 英國ActionN 哇,這裡很大 之前 我比我更厲害 我也不知道 好了,現在我終於到我的日子走商場 因為我弟弟我去香港 就去下面看書店 所以我就自己終於第一次在英國 街上自己出家走 商場裡面不知道怎麼走 不知道拍片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剛剛反過來 我現在又反過來 但是 吃東西啦 雖然我這些店全部都沒見過 不過跟大家說 英國這些東西超級貴 比香港貴 2、30元 可能一個餐有890元 10至100元 然後現在就上去 我也不知道上去哪裡 但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哪裡 這裡究竟是 神經病 那麼多層 但是我這裡 這裡很貴 那麼多層 吃東西吃東西吃東西 全部都是吃的 我吃個米粉吃個泡 我不知道我吃東西了 還可以再上去 我等我再上去看什麼 什麼來的 停車場 英國汽水機 肯定超貴 是停車場 又要走下去 我現在又再次走過來 這裡是12元店 因為我決定12元店 其實這個不是12元店 是1英鎊店 不過概念就是 全部物品都是一樣的 到最後就要走 這個叫做 Pan Lens 不是 也不知道 大家看到這個東西 全部都是1元 全部都是1英鎊 1英鎊 好便宜 好便宜 1英鎊可以還港費 大概10萬元 大概10萬元 英國的汽水 剛剛超級尷尬 除了被人說是不可以錄影之外 然後還發生了一樣 非常尷尬的事情 我就去買汽水 然後 當著給錢 因為我有張信用卡 我就給那張信用卡 的時候發現 拒絕不讓我用那張卡 結果我買不到 所以他腦袋好心給了幫我1元 然後我就 免費汽水 非常多謝 非常尷尬 重點是你知道嗎 他爆了1英鎊之後就馬上走 我也不夠時間跟他說謝謝 免費1英鎊汽水 個個有點不同 超級甜 神經病 Samsung Pixel 超級多手機 Samsung Airport 我是科技閘 我現在決定 自己走外面 現在才是真正的開始 大家 非常大 我自己第一次去英國 我自己一個人在英國街頭上走 幸好這是我思想第一次 現在2個月思想 我思想第一次這樣做 大家看看這裡 英國麥當勞招牌 我跟大家說 在英國吃東西 真的超級超級超級貴 890元一個餐 回港幣 除了麥當勞之外 麥當勞跟香港的價錢結合差不多 所以去到英國我出街 只吃過麥當勞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來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是我之前市中心去的地方 超級漂亮的位置 有一頭羊 一個不知什麼的景點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都沒走過進去 超級舊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20世紀的建築風格 路邊攤檔 超級英式 麥當勞 一個現代有的地方 是在一個 20世紀的建築上面 非常之不合乎 路邊街檔 XD 這個是英國的失位 怪到爆炸 超級古舊英式風格 我也不知道幾年開始 英國的紅色燈 要按按鈕 Aud 現在很少人 現在是星期一 剛剛那裡超多人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裡很少人 好 走這條街 再次見到一個獅子 見到第三隻 我不... 這個包容物體 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現在有相機的余覽視窗 看到它超級穩 有中文的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中文店 啊...玻璃包啊 這間是咖啡店 又回到剛剛那個山林 然後...啊...又是獅子啊 剛剛那裡有多少獅子啊 我走了一條路 結果又遇到五隻獅子 超想喝奶色 我想喝這個Oreo 不過... 沒有開去 沒有去喝 我們現在要去買這個 珍珠奶茶 沒錯 沒聽錯 你有沒有以為珍珠奶茶 只是台灣還是香港才有 現在要去買英國的珍珠奶茶 超好珍珠奶茶 耶 現在可以轉糖 但為什麼這裡已經有糖 對啊 有啊 什麼事啊 他說要給50千塊 但這裡已經有糖 有糖 有糖 怎麼有糖 因為現在有超多人在等 要珍珠的 要啊 有中文 點了一點這個 焦糖燉酢奶茶 這杯奶茶的價錢是... 超貴 超貴 我吃了你那個 不小心奶茶 3秒 還有北香果茶 多一點點 你覺得這個很甜嗎 是啊 太甜了 很甜 不可能 很難 好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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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飽啊